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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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波县七名 南部军区两名 蒙茂县有两名 由于商场关节不能活动 无法安接 有一名移到中国安接好 有两人因病不能随行 最后确定60名前往泰国安装甲制 5月4日 60名人员全部到达政工部报道 准备前往泰国接受甲制安装 5月5日 在政工部召开座谈会 瓦邦联合党副总书记肖敏亮 报友毅 司法委书记山姆鲁 政工部部长颜生炳 总参谋长李老厄 政工部副部长李绝 李肖元 李毅成 妇女协会民意主席吴贵荣 主席陈宜阿 副主席张宜汪清零会议 接待商场军人 肖敏亮副总书记代表报友祥总书记 代表党中央向常费军人表示亲切的问候 便致以崇高的敬意 肖副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常费军人 对瓦邦革命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为瓦邦人们的幸福生活建立了不朽功勋 党和政府及瓦邦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为瓦邦人们的福祉所付出的沉痛的代价 这一次到泰国接受贾汁安装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希望大家安心到泰国去 配合当地部门 一定要把贾汁做好 让自己能够自强自力 从走幸福路 为瓦邦的伟大事业再现自己的力量 报友祢副总书记代表中央向各位常费军人发放慰问金 勉励大家振作精神 党和人民是大家的坚强后盾 通过这一次到泰国安装甲子 重新站起来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会上政工部副部长尼爵对付泰国安装甲子工作 做了具体的安排 并提出应该注意的事项 妇女协会副主席张以汪代表妇女协会 也给每位常费军人分发慰问金 在邦康期间 妇女协会剩余款待 瓦邦多位领导和上星人士出钱 粗误慰问 给他们提供早点 5月7日 在政工部尼爵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朱宣忠 处长鲍埃娜等的带领下 从邦康出发前往泰国 迎途经过蒙波县 蒙平区 小蒙拉邦市处 景东邦市处 大其利邦市处 得到各地的热情接待 各地单位和个人纷纷提供食素 补助现金和衣物 小蒙拉邦市处为大家办理了通行手续 9日下午 泰国有关人员 老将军提拉巴 农业专家 传拉西先生及夫人 美国驻泰国传教士 拿地达先生 挨洞先生 泰国瓦族基督教会负责人田牧师 若牧师清领缅甸大其利瓦邦邦市处迎接 尼杰副部长 朱宣宗主任 鲍埃娜处长 阿德副主任 与他们座堂 泰国客人向大家上一提示 到达泰国应该注意的事项和要求 10日上午 从大其利出国 到达泰国明塞检查站 泰国有关人员及基督教会负责人在此等候迎接 便帮助伴侣相关手续 顺利进入泰国 直达清赖省梅劳县 被安排住宿在梅劳县基督教堂 泰国皇室和梅劳县政府提供蒲盖和生活用品 泰国国王秘书陆先生 老将军提拉巴 上校沙染 布莱瑟先生 80多岁的美国传教士 布莎普夫妇在教堂召开迎接会 并进行热情洋育的讲话 欢迎大家的到来 便祝大家在这里住得好 生活得好 身体健康 他们乐意为大家提供各种服务 也希望大家及时沟通交流 为商场人员提供周到的服务 瓦邦工作组对他们的热情表示感谢 为商场人员提供医院服务的美老县医院 这里基督教堂也有6至7公里的路程 基督教协会每天安排测量接送 医院临时为商场人员的登记测量 现场制作搭起了盆纸 11日上午 商场人员全体到达医院 医院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此系紧然 医生 护士 工作人员态度热情 服务周到 以最快的速度为商场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测工作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泰国的瓦族同胞从清迈和其他地方赶来医院 充分翻语和照顾商场人员 捐款捐物给食堂 负责食堂的饭菜安排 充分体现了泰国同胞 高天厚地的民族情 他们的上举感动了我们的每一位 深深体会到天下民族一家亲 中午 在医院会议室 以宗教的形式举行慈善活动开幕式 人人都用今生博爱 只要人心想想世界就会匆忙美好 12日 召开工作安排会 对各项工作做了精心的安排 借此机会 林杰副部长向大家介绍了瓦帮的情况 让大家了解瓦帮 关心瓦帮 支持瓦帮 经过四天的医院紧张工作 15日下午 美老县医院已完成了甲脂制作 并举行甲脂交接 16日上午 青睐神父圣长 国皇秘书 美老县领导和各方面负责人 亲自给常废人员送上了甲脂 便安排警车护送 从美老县返回大起立 18日 他们安全地回到了邦康 19日晚上 政工部文工团 妇女协会文艺队举行精彩文艺晚会 慰问回家的瓦帮常废军人 政工部部长颜生炳 副部长宁绝 司法委副书记赵癌刀 卫生处副处长马怒等 陪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 网会上 爱心无限 赵癌刀 马怒等爱心人士纷纷解囊相助 给常废军人送上现金和食物 他们以实际行动体现人民 对瓦帮功臣灼热的爱情 为了表达对泰国皇室 美老县政府 泰国基督教会 泰国瓦族基督教协会 和各界人士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感谢 16日 瓦帮工作组以联合党中央总部的名义 给他们分别赠送了排饼 现金和茶叶 泰国皇室代表接受了瓦帮赠送的礼物 泰国国王及皇后获赠送的排饼是 旧式服伤造福人类 功德无量 世人敬仰 梅老县货赠的排饼是 雪中送唱 勤暖人间 此情永不忘 愿免太友谊 忘年长 方寸排饼 深含瓦帮人民 对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崇敬 也体现了瓦帮政府和人民 时刻千计为瓦帮人民做出努力的 国际人道主义人士 捐捐细流回城大海 军主不论多少 都将汇聚人间真爱 寻成滚滚暖流 温暖每个商场的胸口 您的奉献 我们把它记载 下面公布军款名单 报友义副总书记 代表中央 发给每位藏废军人500元为问金 妇女协会副主席张宜汪 代表妇女协会发给每位藏废军人200元 妇女协会主席陈宜阿发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和一套日用品 廖光荣先生发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雄金强先生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吴绍菊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鲍爷荣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鲍安乐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田红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50元 鱼龙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50元 四一八旅副政委赵三岁夫人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鲍爷老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50元 张宜汪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50元 任巴妹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张立青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鲍妙菊女士发给藏废军人每人20元 赵毅发先生发给全体藏废军人2800元 阿智先生发给全体藏废军人200元 政工部军人服务处副处长 艾伦夫人宜秘密女士 请藏废军人及带队人员吃早点 和750元 景东邦市处主任李安明先生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0元 大齐立邦市处主任黄改生先生发给藏废军人每人1000元 大海珠和一件T恤一条裤子发给工作人员一件T恤 美老县政府送给100件矿泉水文箱及生活用品 红邦公司大齐立邦市处送给十包乌龙茶 蒙平区区长肖矮新同志发给藏废军人每人500元 工作人员每人1000元 政工部工作组发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司法委副书记赵矮刀送给每位藏废军人300元 麻怒女士送给藏废军人每人100元 鲍矮康先生送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送给军人服务处亿万元 萧尼嘎先生送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伊布拉女士送给藏废军人每人200元 和一面毛巾正公布军人服务处 2014年5月21日 这是瓦邦新闻局为您报道的 好了观众朋友 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